我们经常听说游民被冒用当人头 衍生了许多犯罪问题 而有一位台中地检署的检察官吴景龙 亲眼看到许多游民被利用 不但欠了大笔债务 有的还不幸丧命 在三年前 吴景龙结合其他三十几位检察官 成立了护民专案小组 结果他们成功破获了八个犯罪集团 更解救了几百位游民 让他们重获新生 前年台中地检署启动护民专案 破获诈骗集团 利用游民来诈领保险金 不法获利高达七百多万 这专门侦查人头护案的护民专案 其实是由检察官吴景龙一手策划 因为曾经侦办过一起租车诈裁案 发现充当人头的游民 背后其实都有不法集团在操控 说我们只会抓他们这种当人头的 但是我们却无力去查到后面的 那其实因为自己本身也是乡下小孩 贫苦出身 那觉得说他们虽然有做错 可是其实我们法律可以为他们做更多 因为游民的一席话 让吴景龙被惊醒 不肖人士利用弱势的游民 当假过户或是假买家的人头 有人因而负债累累 或者是被砍断手脚 甚至丢了性命 吴景龙决定和三十多位的检察官联手 跨局侦办 并建置游民犯罪资料库 终于成功破获八个犯罪集团 解救数百位的游民 要试着突破游民的新房 又要追查犯罪的源头 吴景龙曾经忙到胃部都出问题 但依旧坚守岗位 因为他期望透过司法的保护 不仅能够将罪犯神施于法 也能让处于社会边缘的游民 免于受害获得行刑 就算英雷七调报道